在去年全新一代Penamela正式亮相的时候 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 它似乎跟上一代车型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但其实保时捷在它身上做出的升级 远比你想象的多 这是台入门的Penamela 很神奇的是 同样的价位 你会发现无论是卡燕还是Penamela 它们的动力形式是不太一样的 像是这台Penamela 它前面躺着的是一台2.9T V6的发动机 其实了解大众集团的都应该知道 它就是EA839 进行保时捷的专门调教优化之后 换到这台Penamela上 这个发动机它现在叫做CSG了 其实从数据上来说 虽然跟上一代车型的那个2.9T相比 因为经过优化之后嘛 它整个数据是有所提升的 353马力500牛米 但是它5.3秒的零把加速 其实放在当今这个新能源化的年代 确实不算得怎么惊艳 甚至有点索然无味 但是呢 大排量燃油机的一个魅力 就是在于它整个后段的提速 跑高速的那种淡定感 这种感觉呢 其实在之前卡燕的试驾 我就已经说过了 重点是 我认为卡燕的那台3.0T配的8AT变速箱 我是觉得有妥妥协的 真正的保时捷 有灵魂的保时捷 必须得配上PDK变速箱 这台车匹配的就是一个8速的PDK变速箱 虽然同样是V6加双离合的机械组合 但是这一套机械组合放在保时捷的调教里面 就是能够出来很不一样的效果 首先像是我们现在在normal模式 在程式这些快速度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开起来 确实很油顺 很平顺 很亲和的一个感觉 是完全没有顿挫的一个感觉的 可能很多人觉得双离合因为物理特性 它就有可能有顿挫产生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开的双离合车型 不够高级的原因 如果你的双离合车型 上了100多万的一个级别 那么平顺只是它一个基本功表现而已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保时捷在油门的调教啊 刹车的调教 方向的调教 一直以来都是标杆的存在的 一般面他们都是做得比较重手一点点的 其实这样子是更利于我们去微操的 就是你多加一点点油门 它就给你多少力 你方向多输出一点点 它就给你多少方向 整个过程是很可控的 操控感也是很强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套双离合变速箱 我认为它最大的一个优势点 就是它的一个降打速度了 像是我们依旧是normon模式 我们现在是7打我们一脚下去 7加3很快 一下子就降下去了 这种速度我认为基本上同级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变速箱 可以做到它这么快的一个降打 也就是说其实这台Penamela放在normon模式 其实适合路面上90%的情况 就是日常可以很轻松的开 一旦你需要很强的动力一脚下去 它就立马可以这样打 整个提速的过程也是蛮迅猛的 跟现在那些电车一下子扭矩爆发 肯定是没法比的 但是在燃油车的世界 这套动力就是标杆的存在 其实提到全新一代的Penamela 可能很多人在意的是它的那套底盘 那套底盘叫做Active White 那套底盘最主要是通过一个主动的减震器 来达到它的一个平稳车身的效果 其实简而言之 就是它通过加一个主动的减震器四条 然后通过你在几加速或者说几刹车 或者说快速过弯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不平路面的时候 施加一个反向的车身形态 来让这台车保持整体的一个车身稳定 但其实这套系统它有一个很核心的部件 就是那个电子的一个液压泵 那个液压泵需要很大电力去支持的 所以燃油版的车型是没有的 它必须要去到E-Hybrid车型400V的平台架构 还足以支持 所以我们这台普通的燃油版车型 它用上的一个悬挂 它是跟卡燕一样 更新成了双枪双流法的一个空气悬挂了 因为这套悬挂 我认为它跟卡燕的调校还是稍稍有点不一样的 它更注重整台车运动的一个表现 像是我们在Normal模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它其实在这种过坑过坎的时候啊 它整体这种游和的特性是非常不弱的 因为双流法的一个优势点在于什么呢 它可以单独调这个减震器压缩回弹这两个过程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压缩的时候软一点 回弹的时候快一点 这种调校呢 就是可以让整台车的一种舒适性和运动性 有着更大的一个调校范围 从而提升整台车的一个极限嘛 像是Normal模式下 你会发现它虽然整体是舒适的 但是它依旧能够呈现出挺不错的一个路感的 就是它不会把这种路感抹杀掉 但与此同时 这种路感也不会影响到整台车的一个舒适性 这也是新一代Penomena很重要的一个进步 OK 关于这台全新一代Penomena动态方面就说那么多 其实总体来说 它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提升 算是一台真正换代的车型 但还有一点 我觉得也是要跟大家提一下的 就是整台车的一个隔音降噪水平 确实也是有了十足的一个提升 除了整体的一个用料啊 或者说车身刚性等等一些因素之外 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它的一个2.9T发动机 确实是安静了很多 就是日常开 你基本上是听不到这台发动机任何的一个声响的 所以我认为这台车除了要选转这个SC主定之外 我认为还要选转这个运动排气的 因为有了运动排气之后 这台车才有一点声音 来让我们日常开车的时候挑动一下我们情绪 让我们开起来 或者说激进驾驶的时候来得更加爽快 毕竟发动机安静了 必须要有一点排气来调一下情嘛 OK 我们还是寻历说一下 这全新一代Penomena的一个改变吧 首先外观部分最明显的是整个前列 你会发现这个前大灯组 它会变得更加立体更加大面积一点 它不像是上一代车型那种圆的一个形状 所以它看上去会更加shock一点 就是更具攻击性一点 特别是前包围这个格山 它是这种横行的格山 所以呈现出来的感觉 就是整个前脸会更加厚重一点 另外呢 可以发现这个轮拱的一个造型 也是有所改变的 它已经变得更加拱了 所以你坐在里面的时候 能够很明显看到这两个轮拱拱起来的 有点像是开着一台911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一台4门的911无所置疑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车面 整个侧面呢 其实改变不会说是特别大 整体也是这种非常流畅的感觉 只是说这个C柱的造型还是有所修改的 但是它还是很显著的前置后驱车型的一个姿态 所以能够呈现出一种比较运动的感觉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全新一代Penamera 居然给我们配上了去年才上市的米其林PS S5轮胎 这套轮胎最大的特点 是它的雨天性能真的是提升很多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这套前而容 真的是整个颜值是蛮高的 但是呢这套胎也有问题 就是在我们实际试驾过程中 只要它的胎温没起来 它整体的抓地力水平是比较一般的 所以大家要开这台车去激进驾驶的话 一定要把整个胎的胎温提起来 这样子才能最好的包挥这套胎的一个抓地力能力 至于尾部的改变 最大就是这个尾灯了 它变成更加贯穿的一个样式 并且Porsche的尾标也会变得更加立体 所以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Pernamera 会发现它就是一台妥妥的911嘛 所以总体来说 最新一代的Pernamera 依旧是我的梦中情车 只不过现在的我 依旧没有特别强的实力 去拥有这样子一台比较全面比较完美的车型 而且我觉得这一代Pernamera 最可惜的还是 它已经不再出那台Sport Turismo车型了 我认为Sport Turismo车型 应该是Pernamera 最能代表它性能操控使用优雅于一体的一台车型 还是蛮可惜的